今天是4月的最后一天 明天就是5月1号 我记得我去年周末的时候 我在中国的沈阳一个家庭教会里面服侍 是一个周末的服侍 礼拜六的时候 我们在一位弟兄家里面服侍 这个是一个很小的家庭教会 大概只有四五十个人 但是我就发现他们唱歌用非常小声音来唱 基本上我连坐在我旁边的人唱歌 我都要仔细听才能听这些 我说为什么这么小声呢 他说他们很怕 他们的邻居抱怨 邻居抱怨的话 那么这个警察就回来 那么第二天是礼拜天 主日崇拜 他说我们要到户外去做主日崇拜 因为他说明天天气预报 说天气好 所以我说在哪里啊 在一个公园里面 结果我到那里去了以后 我就发现 二十几家的地通姐妹的 每一家带着一个帐篷 就在公园里面 一块空旷的地方打起帐篷来 二十几个帐篷围围绕着一个小桌子 这个小桌子呢 我就坐在那里 所以我在那里讲道 但是他们在公园里面的时候 就会大声地唱歌 没有问题 因为在那个地方 进到那块地方 有好几个小通道 每个通道 都有位弟兄在那里把关 所以他们觉得比较安全 我听他们唱诗歌里面 我最感动的一个 就是他们唱了一首诗歌 我有平安如江河 在我心里面 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 在这样子的环境之下 他们大声地唱赞美诗歌 有一定的危险 但是他们却跟天上面 长万物的上帝说 我有平安如江河 在我心里面 事实上不管任何事情 都不能够把我们 心里面的平安夺走 所以我今天早上 要跟大家分享一段信息 叫做愿你们平安 那么今天的经文 从约翰福音 第十六章三十三节开始 但是我们主要的经文 要到约翰福音 在最后面的时候 我们再看 这里说 我将这些事情告诉你们 是要叫你们 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 耶稣基督讲这个话的时候 是在他上十字架之前的 那一个晚上所讲的 而且他讲得很清楚 他马上就要被人家抓起来 然后要被钉在十字架上 所以这件事情 对他们门徒来讲的话 简直是不能相信的事情 第一 是这么一位 能够行神迹 赶鬼 医病 然后能够让五千人 用五个饼 两条鱼吃饱的 这么一个大有能力的 这样一位 耶稣基督 居然间 要被人家抓起来 钉在十字架上 而且 耶稣在这个时候 告诉他们 他说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意思是说 我所经历的苦难 你们也要经历的 哇 所以这些门徒 非常的惊慌 但是耶稣基督说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过了世界 意思是说 我们基督徒所享受的平安 跟世上一般的平安 不一样 世上的平安 大概是 你很有财富的时候 你做生意 顺风顺水 赚很多钱 然后呢 你在社会上的地位 也一天比一天的高 然后你身体又健康 家庭美满 哎呀 你觉得真是 人生非常的好 很有平安 但是 这种事情带来的平安 并不是真正的平安 因为 我们的环境会变的 真正的平安是 不跟环境的改变而变的 我们的平安 是定睛在 耶稣基督的身上 刚才我们唱那首诗歌 说云上太阳 不错 我们常常人生当中 看不见太阳 都是黑云密布 而且 可能还下不雨 但是 我们心里面 非常的清楚 非常的明白 太阳还在那里 我们虽然看不见它 太阳仍然在那里 虽然我们今天 有大水 洪水泛滥 但是耶和华 仍然坐着威望 他仍然掌权 没有任何的事情 如果不是经过 他允许的话 不会发生的 我们很清楚地知道 这种心里面 这种肚定的感觉 带给我们很大的平安 那么 世上的平安 往往受心情的影响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读过一首 这个词吧 叫做古道西风 瘦马 库腾老树 婚鸭 我想大家都读过 这是很有名的 我们中国的一首词 对 这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这么有一个世人 他有一天呢 走在一个古道上面 他可能骑着一个瘦马 对 那么 这个 然后看到这个古道上面的景色 看到刮的西风 然后呢 旁边有一个藤子是枯掉的 然后那个老树呢 也是就在旁边 所以看起来啊 你看这个 道路也是古的 老的 树也是老的 马是瘦的 那个藤子是枯的 然后呢 最后连那个乌鸦都是昏的 都是用了负面的新农词 对 我相信 这条古道 可能在那地方 已经搞不好上千年了 那些老树是从来的 一定是从新树来的 对不对 老树旁边可能就有新的树 可能绿色的 长得很茂盛的 但是他没有看见 他看到的是什么 老树 而且看到了那个藤子是枯的 旁边可能也有绿色的藤子 他也没看见 所以受他自己的心情的影响 非常的大 后来原来是断肠人在天涯 原来他心里面不舒服 他觉得他断肠了 那么所以呢 看的东西都是负面的 所以我们就得到一个结论 我们的心情是会受环境影响 但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却告诉我们 真正掌握环境的是我们的主 我们在主里面 有在主里面的平安 好 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到 围绕着平安这两个字 那么 有一个 有两个画家 有人出一个题目给他们画画 这个题目呢 就是平安 有一个画家 画了一个山水画 这个 湖光三色 而且呢 在湖边有很多的很漂亮的画 那个 清风吹过去啊 那么湖上面有一点点小波浪 非常漂亮 他说这是平安 我说不错啊 假如说有这么美丽的一个风景 也带给我很多的心里面的平安 但是另外一个画家画的不一样 他画的一个是像你们纽约州上周的那个 泥甲阿瓜大谷一样 那个万马奔沓的那个水这样子 流下来 在瀑布旁边呢 却有一棵小树 小树上面有一个小枝子 小枝子上面呢 有一个小鸟窝 小鸟窝上面有一只小鸟 虽然那个水啊 这样万马奔沓的这样子流下来 那个小鸟在睡觉 他说这才是平安 各位弟兄姐妹们 上帝赐给我们的平安 是这种平安 是在苦难当中的平安 刚才我们读那段圣经说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过了世界 所以你们在苦难当中可以有平安 好 我们看这段经文 这段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二十章 这个是耶稣基督已经上了十字架 然后第三天从司律复活以后 门徒那个时候非常害怕 虽然已经有些人已经看过复活的主 但是心里面仍然非常的惊慌 因为几天前他们的主 才被钉在十字架上面 下一个被钉十字架 搞不好就是他们了 所以他们很害怕 那是七日的第一日 也就是这个礼拜天 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 因怕犹太人 门都关了 耶稣来站在当中 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说的这话 就把手和内堂指给他们看 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 耶稣又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父怎样猜浅了我 我也照样猜浅你们 那十二个门徒中 又称为迪图马的多马 耶稣来的时候 他没有和他们同在 那些门徒就对他说 我们已经看见主了 约马多马却说 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 用指头探入那钉痕 又用手探入他的内旁 我总不信 跳几段经文 然后我们再看 从二十四到二十九节 过了八日 门徒又在屋里 多马也和他们同在 门都关了 耶稣来站在当中说 愿你们平安 就对多马说 伸过你的手指头来 摸我的手 伸出你的手来 探入我的内旁 不要疑惑 总要信 多马说 我的主 我的神 耶稣对他说 你因看见了我才信 那没有看见就信了 有福良 我们发现这段经文当中 我用红字标出来 愿你们平安 出现三次 其实在原文里面的话 只有一句 一个字叫 Shalom Shalom 是犹太人 见面的时候 问安语 我们中国人见面的时候 吃饭了没有啊 我们中国人比较关心自己的肚子 犹太人说是 Shalom Shalom 就是愿你们平安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平安从天上来 是属神的平安 那么这里把它翻译成 愿你们平安 我觉得不是非常地妥当 为什么道理呢 因为愿你们平安 这是我们因为我们是人 我们只能够祷告 求上帝把这样的平安赐给你 但是如果说这个话 是上帝本人的话 翻成愿你们平安 就不大好了 因为上帝要给我们平安 他一定会把这个平安给我们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地方翻译 应该翻译 祝你们平安 是不是 因为Shalom 这个字从上帝的口里面出来的话 那是一定一定的 一定有平安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翻译 可能是有问题 但是 因为我们尊重圣经的翻译 我们今天仍然是愿你们平安 因为讲到三次 所以我们就要看这三种不一样的平安 是从这一段经文的上下文 我们可以看出一些端子一出来 上帝要把这样的平安赐给我们 是为了什么原因 我们首先看 第一个平安 我们把它叫做赦罪的平安 因为经文这样子说 耶稣说 愿你们平安 我赐你们平安 我赐你们平安 说了这话 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护活了以后 他的相貌 跟他以前不大一样 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的时候 大概是三十三十岁 三十三岁 人在壮年 但是呢 圣经上面有一段记载 说是你还不到五十岁 你怎么说这个话 意思是说 耶稣基督啊 他看起来 比他十几年老很多 而且圣经上面告诉我们 耶稣没有加行美容 耶稣长得定不 不是一个帅哥 搞不好长得跟我一样 然后看起来非常的憔悴 仓亡 是这样一个人 那么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他从死里护活了以后 他有一个非常荣美的形貌 怪不得他的门徒们认不得他 他跟他比较亲近的 有一个姐妹门徒 叫做摩达拉的玛丽亚 都认不出他来 后来一直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家乡话 讲了玛丽亚 叫玛丽亚的名字 玛丽亚才忽然间知道 哦 原来这个人就是他的父子 才认出耶稣基督来 所以门徒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时候 不是非常肯定 这个人是不是就是我们以前的 但我们医病赶回 一起去传道的那一个耶稣 所以耶稣看到这些门徒以后 就把手伸出来 给他们看 你看我手上有钉痕了 定十字架的人 手上都有钉痕 但是耶稣基督 还特别把内旁给他们看 并不是所有定十字架的人 内旁都有一个枪伤的 只有耶稣才有 是怎么回事 因为耶稣基督定十字架的那一天 是一个礼拜五 那一天呢 到了黄昏的时候 下午六点钟的时候 就是第二天的开始 那么就是月节开始 所以是一个很重要的宗教的节日 那么这个定死刑 定十字架 一定要在这个月节开始之前 要执行完命 所以这些兵兵 罗马兵兵 就拿着大的棍子 把跟耶稣基督一起定十字架的那两个犯人 把他们的脚的筋骨打断 这些定十字架的这些罗马兵 非常有经验 知道如果把这些犯人的脚筋骨给打断了以后 这个犯人很快就会死掉 为什么道理呢 因为定十字架 这个人的身体很重 两个手被钉在那里 所以这个身体就垂下来了 很难呼吸 如果要呼吸的话 就要用两个脚用力 人撑起来 然后才能呼吸 把泪就下去了 然后要再呼吸就要撑起来 脚的筋骨如果被打断了的话 就撑不起来了 所以很快人就会窒息而死 所以他要把另外这些定十字架的把这个筋骨打断 结果轮到耶稣的时候 发现耶稣的头已经垂在那里 看起来好像已经死了 但是罗马兵 为了要执行死刑的命令 假如一个囚犯没有死 就把他当作死了 就拿下来的话 这个责任是非常重大的 所以为了要搞清楚 耶稣基督到底死了没有 所以当时就有一个罗马兵 拿了一支长枪 我们中国人叫枪 事实上就是毛 对准了耶稣的心脏 一枪刺激 所以圣经上面说 由血跟水流下来 从他内旁流下来 这个记录非常重要 也代表耶稣基督的确是死掉了 因为后世的这些抵挡耶稣的 这些人说 说是耶稣基督根本没有复活 因为他根本没有真正的死掉 他只不过昏过去而已 所以后来他又醒过来 他自己就走掉了 没有说什么真正的复活这件事情 因为人家不相信死于复活 但是这段记载 记载从耶稣基督的内旁 就心脏旁边 流下来血跟水 证明耶稣基督的确死掉 怎么回事呢 因为耶稣基督的血液已经凝固了 当一个人的血凝固的时候 血球会凝固在一起 然后是红颜色的 然后血清是蛋黄色的 看起来像水一样 所以流下来的 所以流下来的是凝固的血球 跟那些血清 所以有血跟水流下来 代表耶稣基督的确是已经死了 因为你问任何一个医生 如果一个人的血液都凝固了 这个人死了没有 绝对是死痛痛 这里有一个医生 所以这个是从病理学上面 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确是死掉的 祂不是说死 只是昏过去 所以耶稣基督内旁上 为什么手上有钉上有枪伤 原因是因为我们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 为什么耶稣要死在十字架上 因为耶稣要为我们的罪做买素的大功 为我们的罪祂死在十字架上 也就是说第一个平安 耶稣基督要赐给我们的平安 是跟我们的罪有关系的 只有在我们罪被赦免之后 才会有真正的平安 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不知道你信主多久 你可能已经信主了很多年 你也听过很多的讲平安的这种讲道 可是我仍然是没有他们讲的那样的平安 我碰到我工作上出一些问题的时候 我心里就慌张不得了 连觉都睡不着哪有平安啊 这种平安好像不在我身上 我虽然已经是一个基督徒 各位弟兄姐妹们 往往我们没有平安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地对付自己的罪 你如果对付了你自己的罪 你就会有赎天的平安 我得救没有多久 我就听过一篇讲道 那个传道人说 你有没有好好地对付你自己所有犯过的罪啊 他说如果没有的话 我请你啊 今天回家以后 你自己在一个房间里面 拿一个纸拿一个笔 把你所有想到你犯过的罪 全部把它写下来 然后一样一样地在主人面前认罪 回改求他圣灵 求他施加的保血洗净我们每个罪 哎呀我想我也没有这样做 所以我那天回家以后 我就拿了一个纸 拿了一个笔 我就开始想了 我能够想到的 我犯的罪 最早最早的罪 那时候我小孩子非常小的时候 偷妈妈的钱 那么哎呀 我那天就想起我这个罪 还没有犯还没有认罪 后来又过了几年以后 我妈妈在台湾病重 我从美国飞回台湾 在她的病床旁边陪了她一个礼拜 那个时候呢我就跟她讲 我说啊 我很抱歉 我小时候偷你的钱 你可能不知道 她说我怎么不知道 我妈妈都知道 只不过是不讲而已 那么 除了偷妈妈的钱 考试作弊 解所有的罪 后来我很快就发现 一张纸不够了 我就拿了第二张纸 然后后来又不够 后来整个把所有的罪 全部认完的时候 我发现我写了四张纸 羊羊杀杀 罪太多了 一个一个都认罪 而且有认罪 在上帝的面前认罪容易 但是你如果这件事情是得罪的人的话 你在人的面前也要认罪了 这就很难了 很多年前我在田纳西大学当教授的小 有一天 我忽然接到一个电话 是楼下一个犹太人的教授 打了一个电话给我 他说 利福 今天是我们犹太人的宿罪日 我们这一天要清理我们这一年所犯罪 所有得罪人的地方要认罪 得罪神的地方也要求神赦免 所以呢 我有一件事情 我得罪了你 我希望你能够赦免我 我说什么事啊 他就说 原来几个月以前 我有一个博士后需要一个试剂 那么这位犹太教授他有这个试剂 所以我们就跑去跟他说 可不可以给我们这个试剂做实验 他非常的慷慨 就把这个试剂给我们 我们做了实验 后来我们就发表了论文 那么这个犹太教授说 他说我这个试剂给你的时候 我是希望你发表论文的时候 把我列为共同作者 结果你没有 你只不过是在制限的地方 谢谢我而已 我心里不高兴 我心里会骂你 他骂我 我不知道 其实按照我们这行的行规 的确是不需要把它 跟人共同作者 只要谢谢他就行了 我没有犯规 但是他却有这么一个期望 我没有满足他的期望 他骂我 他觉得这件事情 他做得不对 所以他那天打电话 请我遥述他 哎呀我心里很感动 这还不是一个基督徒 他居然认罪认罪认证不彻底 又有一次 我读到一个见证 这是从国内来的一位弟兄 他所写的见证 这位弟兄 那个时候 已经在一个神学院念书了 他说他忽然间有感动 因为他在国内 他的单位里面工作了十年 他常常从单位里面 拿一些什么圆珠笔啊 什么大头针啊 什么这种拿回家 拿去用的 他觉得以前都不觉得不对 那一天祷告的时候 圣经责备他 他就觉得这还偷窃 这个事情一定要把它搞清楚 所以他就算一下 一年大概拿了几支圆珠笔 几个大头针 大概值多少钱 然后拿了十年 大概值多少钱 所以他就写了一张资料 寄回他 给他原来的单位 要把这件事情 要把它解决 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 因为我也拿圆珠笔啊 哎呀我一直在想 上帝啊 我也犯罪 我也做偷窃的罪 但是要拿这个圆珠笔 这种事情的话 是方便的 假如我要拿这个 食物笔啊 什么这些小文具 我都每样事情 要去买的话 非常的不方便 后来我灵机一动 我说这样子 我说我每年年初啊 我就先把一笔钱拿出来 摆在我的实验室里面 先付钱 然后呢 买了这一年的方便 那这个时候 我拿圆珠笔 拿了几张纸啊 就没事了 我这样子做已经很多年了 那我每年奉献给我实验室的钱 远远超过这些圆珠笔的钱 但是感谢主 主的供应永远是足够的 我讲这些故事啊 就是说生活上面的小节 我们都要对付的 假如是罪的话 不管大小的 我们都应该对付 上帝要求我们的是一个圣洁的生活 你如果对付你的罪 你心里面那种释放的平安 是用语言形容不来的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个罪 第二个 这个平安 他要赐给我们平安 我们把它叫做奉猜遣的平安 经文这样说 愿你们平安 父怎样猜遣的我 我也照样猜遣你们 各位弟兄姐妹们 这是我们基督徒一个特别的平安 就是当我们信主了以后 我们存了一个感恩的心 我们是什么样的人 居然蒙神拣选 居然他把这样子的永恒的福乐 永远的救恩赐给我们 我们应该报答我们的主 给我们这样的恩典 所以我们应该有一颗 愿意奉猜遣的心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救 都不是偶然的 有人说 说是这个 有些这个麦当劳 这个麦当劳 他们做广告 说是你如果来 每一次来买一个汉堡 那么我就盖一个章 有一个小卡片 当你盖完了十个章的时候 九个章的时候 第十个汉堡是不要钱的 还是送人一个汉堡 我们得救 每个人得救 有人做过一个 忽略的一个途径 至少有七个人 在我们的得救上面 都做过一些工作 有些人是打电话来邀请 有些人是给你一个ride 带你到教会 有些人是帮助你做的一件事情 有些人是跟你真正的查经 看了圣经 看了真理 然后有一天 有一天 有一个传道人 从贝哈来了 然后在这边讲了一篇道 你就幸福了 其实我只不过是最后的那一个汉堡 前面已经有九个汉堡在那里 我的功劳非常的小 前面的功劳非常的大 我们既然得救这件事情 都是因为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们 他们受深的感动 愿意这样子做 结果使得我们得救 我们自己难道不愿意 也付上一些代价 让其他还没有信主的这些朋友们 也能够尝受到主人的滋味 所以这里讲到奉差遣的平安 这是非常特殊的平安 有一个人 他如果愿意奉差遣的话 代表是他有一个使命感 他做这件事情不是为了自己的 这件事情 他乃是做出来这件事情 乃是要使得差遣他的人 能够得到荣耀 你不管差遣他的人 可能是你一个上级的长官 差遣你做一件什么事情 你尽心竭力把这件事情做好 这是你的使命感 你的任务得到完整 我们一样 耶稣基督被差遣到世上来 为我们赎罪 所以他今天也照样差遣的人 为他做功 我就想起 我在披萨堡教会的时候 有一位弟兄叫做徐丽 这位弟兄是一位访问学者 从南通医学院来的 他第一年到我们披萨堡来的时候 他不常到我们教会 他只来过一两次 后来他的太太跟儿子也来了 太太跟儿子很喜欢我们的教会 他太太很快就信耶稣了 那我们的徐弟兄后来也信耶稣 那一年的暑假 他们全家受洗 非常的高兴 可是到了秋天的时候 我们的弟兄就发现 他这个胸这个地方有点痛 其实他的结果是默奇的肺癌 为什么痛呢 原因是因为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胸腔里面 所以很多的胸水挤压恒格膜 所以呼吸的时候 他就感觉到有痛 这是默奇的肺癌 非常糟糕的 他那天打个电话告诉我们 我们夫妻两个人放下一切 他就飞快地就到他们家里面去 跟他们一起祷告 这些事情是非常晴天霹雳 非常严重 常话展说 我们的弟兄经过化疗 而且很多的疗程 都把它掉光了 而且受责工非常的厉害 总算到了第二年的春天的时候 他开始好一点 而且在整个化疗的过程当中 他就不能工作了 所以他的老板 当委的老板 就把他辞掉了 所以他那时候也没工作了 所以等到他好一点了以后 我就帮他忙 在另外一个实验室里面 就找到一个工作 他开始在那个实验室里面工作 那是一个新的实验室 那个实验室是需要建立的 很多的器材、仪器都需要买 那么徐例就在那里做这样的工作 去买这个器材、仪器 建立这个新实验室 干得也相当不错 好了 到那一年的国商节 长周末 Memorial Day Long Weekend 我们教会有这个退休会 我因为到别的地方去服事的关系 所以等到我去参加退休会的时候 已经是礼拜一 退休会的最后一天 我开车一进到那个 退休会的那个营地的时候 我停号车一下 我们就发现 我们的弟兄徐例兄 坐在一个大树里下 他看到我很高兴 他说黄长老 我有话要跟你讲 我说什么事 他说在整个的大会过程当中 他说上帝借着讲员跟他说话 我说说什么话 他说上帝要我们回去 我说回哪里去啊 回南东啊 我说徐例兄啊 你知道你生的病不是一个简单的病 你这个病需要全世界最好的医疗设备来医理的 这个皮子堡的医疗设备肯定要比南东要好 你想通了没有 他说黄长老 他说我有一百个理由 应该留在皮子堡 但是 整个的 这次退休会道 上帝借着讲员 告诉他一个信息 就是 你欠了福音的债 你要还债 他说 他说我的爸爸 我的妈妈都不是基督徒 我的岳父 岳母也不是基督徒 我的弟弟妹妹也不是基督徒 我的这些同事 学生 还有很多都不是基督徒 我觉得我欠了债 我要还这个债 我说你真的想好了吗 我说想好了 他说我们夫妻两个人昨天晚上 一夜没睡觉 祷告了一个晚上 到快天亮的时候 我们就决定回去了 我说好 我说你如果决定要回去的话 那你就平平安安的回去吧 弟兄说到就做到 退休会结束了以后 他就开始准备回去 他跟他的老板妻子 他的老板我认识 是我的一个同事 非常地惊讶 你不是做得好好的吗 怎么这样回去了 后来 有一次 那时候他已经回去了 有一次我跟他的老板见面的时候 他老板不是一个基督徒 他老板说 他说 这个姓徐的 我非常地佩服他 他跟我讲 他说 他有一个更高的呼召 他往往知道 他是一个基督徒 他也知道 这个更高的呼召 是什么意思 后来我们徐弟兄被主接走了 以后等一下再说 他怎么被接走了 有一次我到他老板办公室里去 我就发现 徐弟兄 我们在匹兹堡都有一个 这个 识别证 识别证上面有一个 有个相片 徐弟兄 最后走的时候 他就把那个识别证 就交给他老板 连着实验室的钥匙已经交给他了 这个老板把那个识别证 有徐弟兄的小小的相片 摆在 挂在他的墙上面 他说 这个人 虽然在我实验室 只工作了几个月 他对我的影响是一生的影响 各位弟兄姐妹们 我们人在世上活的时间不长 你活的再长 了不起一百岁吧 还是要走 我们的弟兄在世上活的不长 他走的时候大概四十岁都不到 但是他的影响也非常的大 我们的弟兄回去南通以后 他那个时候看起来很健康 他跟他的这些同事们说 他得了末期的癌症 你还不相信啊 而且他回去了以后 因为他单位以为他不回去了 所以把他的这个位置 已经给了别人了 所以他回去呢 只能够一个临时的位置 临时的位置也不要紧 工资比较差 没有奖金 这都无所谓 他说最糟糕的是 这临时的位置 没有医疗保险 没有工费保险 所以他要自己去买啊 他说这个也没有问题 他说这是一年花了一万块钱 这都无所谓 但是要买保险的时候 那时候要去做身体检查 要等等等等 人家觉得这个很健康啊 只不然他像犯癌症的人一样 而且他非常的开朗 有说有笑 不像个生病的人一样 但他单位也不相信 所以他去造这个X光的时候 还特别单位有没有派一个人去 要搞清楚他有没有造假 结果造起来以后 果然他的肺上面有很多的斑斑点点 的确他是有癌症的人 长话短说 我们的弟兄回去时间 他在回去的时候 他就跟我讲 他说医生告诉我 大概还有六到九个月的时间 结果他回去以后 两年 朱才把他借走 所以他比一般人 末期癌症的病人 而多活了很长的时间 这当中我曾经到南通去见他 我住在他们南通医学院 给我安排的旅馆里面 弟兄跟我说 他说明天早上六点钟 我来接你 我怎么这么早啊 他说我要带你来看看 好了 第二天早上 他就带我到一个公园里去 一到到公园里面去 中国早晨的公园 非常热闹 什么打太极拳 打这个 什么练打箭 什么都有 哎呀 我就回到这公园里面 人人都认识他 小徐啊 你好啊 你早啊 他就跟我说 他说 这是我全福音的地方 我们的弟兄 回去了以后 他不但向他的父母亲全福音 向他的 岳父岳母全福音 他的弟弟妹妹都信念出了 然后呢 他就开始在南通的公园里面 传福音 他说我到这里来 我一方面 锻炼我自己的身体 但是一方面 认识这些人 跟他们传福音 这是我们弟兄 这个图在上面的地方 这个最左边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弟兄 虚立弟兄 然后呢 这是照片 是什么时候照的呢 这就是下面的那个照片 是我们的弟兄 跟我们教会的牧师 我们的牧师姓陈 陈牧师去看他的时候 然后陈牧师呢 就为他的岳父岳母 还有他的弟弟 施洗 然后这个是施洗的照片 然后他上面写的 PCCO 然后再加一个恩子 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在匹斯堡的教会 是一个分堂 是我们的母堂 建立了一个分堂 我们的母堂叫做 Pittsburgh Chinese Church 所以是PCC 分堂 因为是在Oakland 那个地方 是做学生的工作 所以加个O字 然后他再加个N字 什么意思啊 南通 意思是说 匹斯堡 教会的Oakland 分堂 现在在南通又成立一个分堂 我们的弟兄真的是 每个礼拜聚会 如果上帝给他话语的话 他就分享话语 上帝没有给他话语 他们就看蝶子 一起祷告 见证 敬拜上帝 一直这样持续 一直到 这个是我去看他的时候 在那个公园前面照一下 你看到那个公园 早上的时候 是非常的漂亮 后来我们的弟兄就住院了 他的癌症复发 那么 我有一次打电话 给我的弟兄 他刚好在睡觉 是我弟兄的夫人接着电话 他说 他现在情形不好 很痛 他癌症复发也很痛 而且复发的癌症 对所有的药都没有用 有耐药的 那么 他说这个医院里面 给他的止痛药 没有用 他说 中国大概 很多都是假药 他说没有用 他说 好不好 我们美国寄点药给他 我说 这没有问题 我就去买了一些 这个药 一大罐一大罐 我买了两罐 这个药 他说 要比他们医院里面的药有好 可以止痛 后来有一次 他打电话给他的时候 又是他太太接的电话 他说 这个药 好吗 他说 好啊 他说 不过啊 这个药虽然好 但是徐立在他不痛的时候 他就带了这些药 然后到其他的病房里面去 然后就发药 发给人家 因为别的病房也需要 不要啊 这些癌症病人都很痛啊 他来一直提醒他 你自己要用啊 你不要给别人啊 他就不要紧 上帝的恩典很多 他就去放 大家都喜欢徐立 他高高兴兴的 他们是两个人医院房 这种癌症的病房 常常人死掉 所以他旁边那张床 常常空出来 空出来以后 大家真的要去睡那张床 为什么 要跟小徐在一个房间里面 他有说有笑的 大家都愿意跟他在一个房 我有一次 要打电话给他 也是他太太接的电话 他说 我今天买了一些葡萄 给小徐 我就给他拨了皮啊 喂他 结果 他旁边那个床上面的 病人的家属 看到了以后 那个病人就跟他的家属 他说 你也给我去买点葡萄 你看 小徐这样子 有说有笑 肯定是因为他吃葡萄的关系 我非常非常的感动 各位弟兄姐妹们 这是一个默契的癌症的病人 已经没有任何的药物了 但他只要 他不痛 他到其他的病房去发药 他自己知道他需要这个药物 然后还嘻嘻嘻哈哈的 有说有笑 大家都不觉得这个人很奇怪 他的平安哪里来啊 后来 我们弟兄终于被阻劫走 他留下来的遗言 他告诉他的太太 说是这个 按照我们这里的规矩 一个学校里面的一个老师 如果过世的话 领导都会来 要开这个什么追调会 对 他说我们的书记 我们的校长 都会来 他们可能从来没听过福音 他说你找个牧师来 来讲一篇福音的步道 给他们听 哇 果然 他的追调会 变成了一个福音步道会 那位牧师在那里面讲到 唱了一首诗歌 是我们小徐最喜欢的 就是 除了你 我在天上还有水 我们大家都知道 是这首诗歌 我们人在世界上面 会有很多的苦难 但是 最可贵的是 在这样子的这种痛苦当中 仍然是高高卸行 带着盼望 小徐最后走的时候 他跟他的太太讲 他说 我知道我要去哪里 我奉差前回到南东南 我想 我已经把这场仗 美好的仗 已经发完了 要走 他说 不要乎乎弟弟了 高高兴近了 我要回天家了 这是他告诉他太太 各位弟兄姐妹们 这种平安 只有从天上来 在世上是没有的 最后一个平安叫做信心的平安 经文这样说 愿你们平安 然后就对多玛说 说的话 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 现在不重复了 多玛是耶稣基督的十二个大门徒当中的一个 经文说 耶稣基督第一次向门徒显现的时候 多玛不在 后来多玛回来了 他的这些其他的门徒就跟多玛讲 我们的主复活了 开玩笑 死人怎么能够复活呢 你们肯定是看错了 他说我一定要亲眼看见 不再要看见 我要手去摸 不再要摸 要摸他手上的钉痕 而且他独特的内旁有个枪伤 我要去摸 要搞清楚啊 到底是不是他 结果八日以后 耶稣基督再向门徒显现的时候 那个时候多玛在 多玛你过来 伸出你的手来 摸摸我手上的钉痕 探入我的内旁 你不是要摸吗 让你摸 多玛再不信 那个时候也只有相信你 因为他看见耶稣基督 你就站在他面前 然後耶穌基督對多瑪說了一句話 不要疑惑,總要信 多瑪說,我的主,我的神 你知道我覺得多瑪雖然跟著耶穌基督三年 讀了世界上最好的神學院 沒有哪一個神學院會比當初的門徒所讀的神學院更好 但是我認為他這三年沒有真正的信耶穌 沒有真正的得救 一直到那一刻 當他對著耶穌基督說,我的主,我的神 他才真正得救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因為猶太人認為我們人都是有罪的 不能見到神 如果人見到神的話 這個人有大禍臨頭,肯定會死掉 但是他現在 明明看到的,在他面前站的是一個人 但是他卻叫這個人 叫做,我的主,我的神 你知道這個神這個字 在希伯拉文裡面是Y-H-W-H,四個子音 希伯拉文裡面沒有五音的 發音叫Y-A-W-E,四個子病 我們中文翻成耶赫瓦 这句话,我们今天的犹太人就问他,你们神的名字是什么?他们不讲的 他们觉得要讲神的名字的话,冒犯神,他们不说的 他们说阿多内,阿多内是主的意思 但是多玛这个时候,却叫 站在他面前,明明是一个人的,叫他说,你是我的YHWH 你就是我的神,是照天地万物,掌管万物的那一个神 我认为多玛在那个时候,在真正得救你 真正的知道,原来耶稣就是上帝自己 这一讲不打紧,改变了他的一生 你知道这些门徒,耶稣基督复活以后,门徒都到各个地方去传福音 跑得最远的 就是多玛 教会的历史上说,多玛跑到印度去传福音 从今天的巴勒斯坦,跑到印度 那这是观山万里啊 跑好远啊 怎么去的,不知道 而且不但到印度 而且到了印度半岛的南边 而且甚至跨海 到了今天的斯里兰卡 那个岛 上面都有印度多玛去过的遗迹 后来多玛在印度半岛的南边一个城市 叫迁纳 以前叫马格拉斯 今天叫迁纳 这个地方被印度杀死 正当的徐道 那后来的 这些弟兄姐妹们 就在 多玛徐道的地方 盖了一个教堂 这个教堂叫做 圣多玛大教堂 虽然这个教堂在历史上 屡次的火災或者地震 却毁掉 但是他们重置把教堂重建起来 今天人家收立在 千乃这个城市 这个教堂里面 除了有很多多玛的遗迹以外 他们还在墙上面 这个 摆了一个铁毛 差不多这个这么长 一根铁毛 相传 多玛徐道的时候 人跪在地上 手被绑起来 然后这根铁毛呢 从他的后心这样穿进去 这样死的 我相信多玛 在他死的时候 心里面大有平安 我相信他死的时候 他心里面想到的话 即使是耶稣基督告诉他 不要疑惑 总要信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的信心带着我们平安 这种是出人意料的平安 不该有平安的时候 就不就有平安 多玛有平安不用讲 更近代一点的 我们有一位 传道人 是两个世纪以前 在芝加哥 叫做穆迪 穆迪 弟兄 他受教育不多 后来呢 他变成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 他有一次 坐船要到英国去 结果这个船在大西洋里面 碰到暴风 哎呦 那个船这样摇啊 眼看就要翻掉 全船乱成一片 穆迪就想了 他说 这个时候最需要祷告他 一定是那个船长 因为他掌舵 对不对 所以就跑到 那个船长室去 船长认识他 因为穆迪是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 他还跟船长讲 我可不可以为你祷告 他说可以啊 所以穆迪就跑到船长室 一个角落呢 跪下来祷告 他发现已经有一个老太太 跪在那里 祷告 他很有礼貌的 就说 May I join you 我可不可以 跟你一起祷告 那个老太太太 她一直头来看看 点点头 所以他们两个人 就跪在那里祷告 祷告了一晚上 到天亮的时候 神听他们祷告 总算是 慢慢的风平浪静 哇 大家都累得不得了 要回到自己的 船长里面去休息 穆迪站起来 然后就 很有礼貌的 跟这个老太太讲 我是穆迪牧师 他说我咋就知道 因为你很有名啊 在报纸上都有你的照片 我知道你是穆迪牧师 他说 姐妹啊 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 他说我虽然是一个传道人 昨天晚上风浪那么大的时候 我心里面不免害怕 但是我看你 祷告了一晚上 一点害怕都没有 请问你不害怕 有这么的平安 是怎么来的 这个老太太就跟他讲 他说我老伴 多年前就不在了 留下来两个女儿 这个大女儿呢 也给祖借走 现在现在一个二女儿 住在英国 我这次就是到美国 到英国去 去看我的二女儿 昨天晚上风浪这么大的时候 我才想 这祖的旨意是什么 祖的旨意如果要我去看 二女儿的话 那他一定会让风平荡静 让我平安的到英国去 去看我的二女儿 假如主的旨意是要我去看大女儿的话 我这两个女儿都一样 我都一样爱她 大女儿也好 二女儿也好 都非常好 所以我就心里很平安 这句话 这个故事听起来像是笑话一样 穆迪牧师讲道的时候 常常用这个故事 对 但你仔细想想看 一个人在生死交关的时候 如果不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 会产生莫名的凝聚 不知道要到哪里去 但是如果你知道 你要到哪里去 这个信心带着你莫大的平安 这不是世上的这些金钱 这些权力地位 所能换来的 这种平安是建立在我们的信心上面的 信心带给我们属天的平安 不过 教会里面有许多的 访问学者 我不知道今天在座有没有访问学者 我不晓得 有些访问学者 他们愿意信耶稣 可是不愿意受洗 我说为什么不受洗 我说信而受洗 这是 耶稣的命令 他说我不愿意让人家知道 我是基督 因为他还要回去 那我就想起来 我说你不要紧 没有关系 我说你如果不愿意公开受洗的话 我们可以一个小的 一个 几个人 你信得过的几个人 我们可以 给你做一个这样的 小的规模的 受洗 我说你回去呢 你也不需要告诉人家 一时基督 神 知道 我们的心里面有些软弱 我为什么这样子说呢 因为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 在旧约圣经里面 当时的 南国 就是今天的叙利亚 是一个很强大的国家 那个国家里面有个元帅 叫做乃曼 这个乃曼 他信主 怎么信的 我们不知道 今天不是不知道 今天不讲 他高高兴兴的 信的主了以后 他就要回到 他的国家去 走到一半 忽然想起一件事情 他就回头 再回到 带他信主的 那一个先知 叫做 以利沙 他说 我是亚兰国的元帅 我的国王 每一年 都要到一个偶像庙里面去 去拜 我身为 一国的元帅 我要跟着他 一起下拜 我知道这件事情 我请耶和华 不喜悦 那我非做不可 我怎么办 伊利沙告诉他 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 这件事情非常有启发 你知道我们信主的时候 我们都会带一些包袱啊 一时放不下来的 不管你是一个防御学者 你是个党员 你将来还要回去 没有办法公开你的基督徒的身份 这是一个包袱 或者是有些人 抽烟抽了一辈子 他跟我讲 等我戒烟以后 我才信主啊 我说你不需要 我说你信的主 以后继续抽烟 等到有一天你会忽然间 觉得这个烟就不好抽 你就自动去戒掉 这种事情太多了 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凭着我们的信心 神怜悯我们 在信主之前的那些包袱 我们一时放不下来 没有关系 圣经上面 说乃曼 就是那个伊利沙告诉乃曼 说是 你 Shalom Shalom 的回去吧 意思说 你是有数天的平安 数天的平安 平平安安的 回去吧 各位弟兄姐妹们 这是我们的信心 代表我们的平安 上帝 连运我们的软弱 我们必须要 面对 我们的现实生活上的 一些困难 这些困难 对各位来讲 我不知道是什么 有些人跟我讲 说是 哎呀 我竟然做生意啊 这个等我 退休了以后 惊鸿洗手 然后 我再信耶稣吧 现在 总是有一些 神不喜悦的事情 我说 你如果信了耶稣以后 你这些事情还需要做 你就继续做吧 靠着主了你 有一天 你凭信心 你就发现这些事情 不应该做 你就自动 不做 我在这里绝对不是说 你做这些事情是好事 不是好事 乃曼要去办那个偶像 也不是好事 但是神的恩典够我们用 神告诉我们 你 Shalom Shalom 要回去吧 因为我们的信心 换给我们 数天的平安 最后 跟大家讲一个 台湾医生的见证 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讲道 台湾有一阵子 治安很不好 常常有这段 绑架的事情 高雄 有一位 基督徒的医生 那个时候 高雄的 这个没有什么高楼 他建了一个六层楼的高楼 一个房子 然后旁边因为都没有 高楼的关系 所以他有一面墙壁 在很醒目 在远远的地方 遇到 他上面写了六个字 信耶稣 有永生 为主做反 川普林 他是一个很爱主的基督徒 有一天下午 他忽然接到一个电话 他说 陈医生啊 你那个九岁的独生的儿子 现在在我的上面 然后就把他那个 这个胆子就把他儿子拿过来 叫爸爸叫爸爸 儿子叫爸爸爸爸 果然是他儿子 然后再来就说 你如果 不给我 两千万台币的话 我把你的儿子杀了 哇 这个绑架 你如果 把这个儿子杀了 叫撕票 对不对 这是非常非常地 恶毒的一个 一个计谋 哇 这个放下电话以后 他心里面 难过了不得了 赶快跑上罗 他还有个妈妈 他们一家里都是基督徒 把他太太 妈妈 叫他 一家里 跪在客厅里面祷告 后来他做见证的时候 他说 祷告完了以后 我也不晓得为什么 我有平安 隐隐约约的觉得 上帝要在这件事情上面 彰显祂自己的荣耀 也不晓得是怎么回事 长话展说 后来这个歹主又 屡次打电话来 他们在电话里面 就讲价还价 他说我没那么多钱 后来总算是两百万台 两千万变两百万台 这个陈医生也很会讲价 然后告诉他要用 两百万台币的 崭新的票子 摆在一个房布袋里面 然后呢 那个时候还没有高铁 所以就是一般的铁路 从高雄 往北走的 快车 过一个不停的小站的时候 你如果看到 在铁路旁边有一部汽车 那个白天上 灯这样闪闪闪的时候 你就把那个环布袋丢出来 因为这个是很好的计划 你看那个快车一下就过去了 对不对 你拿铁路抓得到这个袋子 是不是 好了 他就带着这个帆布袋 一部袋的都是钱 上车 不停的小山快到了 他就赶快跑到厕所去 果然你看 好远的地方 就有这个闪的灯 他就要把那个窗子要打开 但那个厕所的窗子 大概很多年都没有打开过 弄弄弄 半天也打不开 我这一下就过去了 哎呀 糟糕了 是怎么办 好了 到了下一站 停下来 是台中站 台中是我的老家 他赶快跳下来 然后就打了一个电话 回家 那个时候没有手机 这是很多年前的故事 然后就告诉了他的太太 他说 这个袋中如果打电话来的话 告诉他 我不是不给钱啊 那个窗子打不开啊 请你给我再一次机会 果然那个袋中就打电话给他太太 在电话里面咆哮 他太太就一直哭哭哀求 说是 再给 陈医生一个机会 好 那个袋中说好 他说 陈医生应该坐车子 回到高雄 然后马上搭另外一班 往北走 这次在另外一个不铁路小站 把袋子 丢出来 他说陈医生在 台中铁路餐厅 在那里等火车要回 回高雄 他心里面 还是七上八下的 因为没有把这个 防部袋丢出去 也不知道 怎么回事 然后他就随身带了一本圣经 他就 叫了一份 快餐 然后就翻圣经 然后一翻 就翻到马太福里 要 爱你的仇敌 为逼迫你的祷告 他赶快把我 圣经弯下来 开玩笑 难道上帝要我爱他 可是 虽然把圣经关起来 那句话 要爱你的仇敌 为逼迫你的祷告 这句话 就一直在他心里面 不管他吃饭的时候 上厕所的时候 不管干什么 那句话一直在他心里面 他后来没有办法 他就坐在他的座位上面 跟神祷告说 说 我知道你要我爱他 我虽然不愿意 但是我愿意 试试看 他就想想看 怎么害这个人呢 他想了一下以后 就请服务生 给他一张纸 一个笔 他就跟这个歹徒 写了一封信 然后时间到了 他把这封信 夹在他自己用的圣经里面 把它放在 上了厕所 然后到了高雄以后 马上 没有回家 马上就坐下一站车 往北走 这回一上车 第一件事情到厕所里面去 把那个窗子看看 那里面看 果然到另外一个不停的小站 车灯在那里闪 他一下子把带子丢出去 到了下一站 赶快下来 叫一个计程车 赶快去回 告诉他家 到家的时候 他的儿子已经回来 已经被送回来 这个歹徒还手劲 拿到钱以后 就把他儿子送回家 还全家高兴的时候 换一件电话响 陈一生去接电话 还是那个歹徒 还是那个歹徒 陈一生已经对他的声音非常熟悉了 可是这一次那个歹徒 讲话的时候 却是哭泣的 声音来讲 他说陈一生 我知道你是个好人 我知道你是个好人 我做这些事情实在是对你不起 他说我看了你 给我的信 我非常的感动 他说 我是被逼得没有办法 我如果不还人家的钱 还人家杀我 我初次下车 我将来赚的钱 一定还给你 陈一生说 你难道没有看到 我信上面 怎么写的吗 这个钱是上帝感动我 要送给你的 不要你赚 你假如 将来赚的钱 那话 你就送点其他那些 对你没有需要 你不需要还给我 这是上帝送给你的 而且他说 我今天 做这件事情 是因为上帝感动了 要我 爱我的仇敌 为逼迫我的 祷告 那个 电话那边 那个感觉就哭得更厉害 一直哭一直哭 谢谢你 谢谢陈一生 陈一生说 你愿意信耶稣吗 带着说愿意 陈一生说你跪下来 然后陈一生在电话里面 陈一生也跪在那里 带着 在这位带徒 地球 祷告 信耶稣 祷告完的时候 这时候警察已经来了 警察站在那里 他电话里面 听他们在那里祷告 陈一生 陈一生挂了电话以后 这个警察说 我也要信耶稣 后来陈一生 写见证的时候 他说 区区两百万台币 买两个灵魂 很便宜 各位弟兄姐妹们 这个故事很有启发性 我们今天讲的三种平安 第一个平安叫做设罪的平安 第二个平安叫奉差遣的平安 第三个平安叫做信心的平安 首先 你看 我们陈一生 碰到这种事情 晴天霹雳的时候 他经过祷告以后 他说 不晓得为什么 我就有平安 这个平安是他信靠上帝的平安 因为他说 我一约约的觉得 上帝要在这件事情上面 做一件大事 要得荣耀 这是陈一生的信心 信心带给他 全家人的平安 第二 奉差遣的平安 你觉得 陈一生在台中田固餐厅 这么偶然的就翻到这段圣经吗 不是的 上帝要差遣陈一生做这件事情 这段经文 这一句经文 就成为上帝差遣陈一生做这件事情的经文 陈一生愿意顺服 所以他得到奉差遣的平安 最后 这个歹徒 这个歹徒 有没有被警察抓起来 我们不知道 如果抓起来的话 台湾的这个 这个法律是非常约可的 肯定要处死刑了 他得罪神的地方 上帝已经在两千年前的十字架上面 已经替他付了罪的代价 但是他得罪人的地方 他仍然要付上他自己的代价 所以死刑是免不了的 但是因为 他在神的面前认罪为改 他接受死刑的话 他也可以含笑见耶稣 他有色罪的平安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朋友们 你愿意要这样的平安吗 这种平安在世上找不到的 只有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才有的 这种平安 比你世上的荣华富贵 比那些全高位重 更加的宝贵 而且这种平安 能够带领我们一生 你愿意吗 你说我愿意的话 等一下我们祷告的时候 很简单 你低头 你跟主讲 你说主啊 我要这样的平安 我今天愿意来到你的面前 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 让你进来做我的主 请你把这样的平安赐给我 主的应许 祂要把这样的平安赐给所有 祂的福 祂一定会把这样的平安赐给你 好吗 我们一起提出的早报 我不知道今天 有没有哪一位 天的信息有感动 愿意信耶稣 我们非常感谢主 昨天晚上有四个位 愿意愿意信耶稣 今天还有机会 你觉得如果 你想要有这样的平安 因为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面 给我们付了罪的代价 然后他要把这样的小弱母 这种平安赐给我们 这种平安只有在耶稣里才有的 你如果愿意的话 你可不可以在你的座位上面 把你的手举一下 你昨天晚上如果举过手 你今天不用再举了 我们今天有没有 昨天晚上没有举手 你今天愿意信耶稣的 你如果今天有这样的 感谢主 你举高一点 我看到了就放下来 还没哪一位 你今天愿意信 感谢主 还没哪一位 你今天愿意信耶稣的 请你把你的手举一下 好吗 大家都低头的时候 感谢主 放下来 还没哪一位 你今天愿意信耶稣的 感谢主 感谢主 好 又放下来 还没哪一位 今天愿意信耶稣 愿意上帝把这样子的平安 跟喜乐赐给你的 这个只有在 我们信耶稣的人才有的 如果你愿意的话 特别请你帮你的手举一下 好不好 举高一点让我看见 还没哪一位 刚才已经有几位举手了 对 绝对不用再举了 刚才举过的不用再举 还没哪一位 感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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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哪一位 今天你愿意信耶稣的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再邀请你 这样的平安 是世上绝对没有的 你不管你做什么事情 你再挥黄腾打 你都不会有这样的平安 这种平安只有在耶稣里有 因为耶稣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不管有再怎么样的苦难 再怎么样迫害我 我们永永远远在诸里面有平安 愿意吗 有没有哪一位 你如果愿意的话 请你帮你的手举 感谢主 感谢主 好 放下来 还没哪一位 你愿意的话 请你帮你的手举起来 好吗 好 感谢主 可以放下来 还没哪一位 还没哪一位 我们时间不多了 好 我们可不可以请 还是跟昨天晚上一样的话 刚刚举手的你到前面来好吗 到前面来 到前面来我为你做导导 如果觉得不好意思 你旁边的弟兄姐妹可以陪着 这些新的旧的弟兄姐妹到前面来 慢慢来不要紧 我看到有几位老人家 对 不要紧 没关系 慢慢的 慢慢走 我们可以等你 我们等你 我们等你 慢慢走 慢慢走 不要紧 没关系 几位老人家 慢慢走 慢慢走 到前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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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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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愿来一位 你如果愿意信耶稣的话 你到前面来 好吗 到前面来 你如果愿意信耶稣的 还没哪一位 还没哪一位 你如果愿意信耶稣的 可以现在到前面来 感谢主 感谢主 刚才巨手都来了 还没哪一位 刚才巨手没有 现在没有来 请你到往前面来 好不好 还没哪一位 好 我们可不可以请 我们张定兄 张定兄 可不可以请你来 给我们做个祝福祷告 好吗 祝我们 为你到恩典 我们夫妇敬拜 祝我们恩典 如今继续临到 来到你面前的人 我们把医生都交给你 让你来带你 我们相信 你在我们接受 这些不应不有 要成为你的儿女 而这个过程里面 更显得你的模样 在刚刚的话 绕在心里 让他们刻画在他们心板上 让我们一同的 跟走天路的时候 更多认识你 更多经历你的大能 更多经历你的大能 更应受你的平安 谢谢主 今天的聚会 我们也要感谢祂 为站在你面前 愿意来接受你的 也就照你应许 你的话 将你的平安 将你的生命 赏在他们当中 你的一生 负责他们到底 谢谢主 继续保守他们 让信心在你面前 继续增长 往后的日子里面 所接受的平安 胜过以前的 让今天的你的应许 在我们身上可以经历 谢谢主 为一切 一切你所成就的 我们献上 感谢赞美 谢谢主 把荣耀 感谢归给你 奉主耶稣 把贵胜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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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